1957年,苏联,一项关于人类终极能量的研究计划秘密展开 彼时,各大国研发核武器的竞赛胶着进行 短短几年内,美苏英试爆清淡成功 人类都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震颤,核聚变 目前人类技术所能触达的能量上限,也是太阳能量的来源 在清淡研究的同时,激进的苏联科学家们 想到了收集核聚变的能量流于发电 它能效极高,原料易得,几乎不产生污染 谁驾驭了这种能量,谁就有能力推动人类进入新纪元 人类如何利用可控核聚变制造中极能源 在第141期,我们研究了制造氢淡的基本原理 核聚变反应 当刀原子和创原子聚合,会生成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氦原子 并释放一个多余的中子,产生约17.6兆电子幅的能量 以可核聚变燃料释放的能量相当于8吨石油完全燃烧 但想要在地球上和平地实现刀川聚变,必须满足一个苛刻的条件 劳森判据,即密度、温度、约束时间的成绩达到3乘以10到21次方千电子幅秒每立方米 这就需要将核燃料加热到1亿摄氏度以上,形成等离子体 这是物体固、液、气之外的又一种状态 高温会使电子摆脱原子核的束缚,形成自由粒子 在等离子体中,电子带负电,失去电子的原子及离子带正电 它们均匀混合在一起,整体成电中心 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载1亿度的高温 不过利用磁场可以隔空约束它们,让它们悬浮起来 在平直均匀的磁场中,粒子受洛伦资力将沿着磁场方向做螺旋线运动 其中带正电的离子这样转 带负电的电子这样转 想要让荷燃料等离子体无限运动下去 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半径为R的环形磁场B 根据安培环路定律 这需要用一组通电线圈排成这样的大环状 然而在实际中,通电线圈内的磁场并不均匀 环路内侧比外侧半径小 导致内侧磁感应强度比外侧大 磁感应强度T度NablaB指向圆环中心 根据麦克思维方程 在真空中,磁感应强度T度NablaB和弯曲的磁场 会给粒子注入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动能和平行于运动方向的动能 让粒子们渐渐偏离磁感线方向 这一现象被称为粒子飘移 因为粒子和电子的飘移方向相反 渐渐地,核燃料中的粒子将聚集到上部 而电子将聚集到下部 这个问题很致命 正负电荷的分离将产生一个垂直向下的幽灵电厂E 它将和环形磁场B共同作用 产生一个指向螺线管外的速度分量 上亿度的核燃料会被这个分量甩出来 该怎么办 这时候就需要第二组通电线圈套在环形磁场B之外 它可以产生一个垂直方向的磁场B片 B和B片两个磁场合成一个环绕大轴的螺旋形磁场 聚集在下部的电子可以沿着螺旋磁场转到上部与离子混合 同样聚集在上部的离子也可以转到下部 粒子们搅拌均匀 幽灵电厂E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参考计算等离子体物理 我们用MATLAB模拟了理想状态下 核燃料单粒子的其中一种运动轨迹 在不考虑粒子间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 粒子沿着这样的轨迹悬浮运动 完全不会泄露出来 成功束缚住核燃料后 就要考虑核燃料的点火和加热了 这需要在装置中心添加第三组通电线圈 中心裸管线圈 它能够提供一个穿过核燃料环 快速变化的磁通 在核燃料中感应出一个环向电动式 击穿核燃料形成等离子体 并在其内部产生感应电流 电流产生的欧姆热 能使核燃料不断增温 配合射频电磁波和中心粒子数注入 等各种辅助加热手段 最终使核燃料达到一亿度的聚变条件 俨然人造太远 这就是托卡马克 一种最有可能让人类实现可控核聚变的构型 由苏联科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 取自环形 真空式 磁 线圈 四个俄文磁的缩写 1958年 苏联研制成功人类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T1 十年后 苏联向外界披露 最新版的托卡马克装置T3 实现了1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放电 震惊了全世界 从此 托卡马克作为实现可控核聚变的最主要科技术 被各国采纳并沿用 2018年7月 中国自主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EAST东方超环 首次实现电子温度1亿摄氏度运行近10秒 为此 我们现场连线了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 王滕博士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EAST相较于以往托卡马克装置的特别之处 为了实现对超高温等离子体的长迈充约束 东方超环EAST 首次将托卡马克中线圈全部采用泥钛超导材料绕制 这些线圈工作在零下269摄氏度的超低温中 从而进入超导态 能够产生约束的强磁场 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 从而大幅提升装置性能 一边是零上一亿度的超高温等离体 另一边是零下269度的超低温线圈 二者之间最近距离只隔了短短一米左右 如此大的温差在人类创造史上绝无仅有 未来的下一步就是将托卡马克拓展为能够取出能量用于发电的聚变反应堆 这张图介绍了聚变反应堆的一种可能的构型 利用刀穿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轰击外侧包层中的刀化里6 可持续产生自然界相对不易获得的穿并维持聚变 随着未来外星采矿技术的发展 还可以利用月壤中广泛存在的亥兹代替穿 使聚变更高效 聚变能量被热交换装置取出后 推动七轮机转动最终发出电能 中国计划在2035年建成聚变工程实验队 如果一切顺利 聚变商业示范队将在2050年落成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人类驯化核聚变将成为现实 而回到当下 中国的East东方超环将于近期完成升级改造 挑战新部电子温度一亿度稳定运行100秒的世界记录 将中国的可控核聚变技术推向新高度 燃烧吧 人造太阳 我是李林 这期视频我们介绍了 可控核聚变和托卡马克的原理和方法 这可能是全网第一条系统介绍 可控核聚变更以深层次原理的科普视频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 欢迎转发并支持我们 为此我们特别感谢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为粉丸部提供的技术支持 也特别感谢王鹏博士 姜帅博士和谢华生博士的支持 微信后台回复人造太阳 可获得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一切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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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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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